好,咱先回家上节课内容 上节课讲什么内容 上节课讲的是表格里面的东西 是吧 什么叫表格 就是table table里面有什么 有tr tr里面有td 那table在什么底下呢 在body里面 body在什么底下呢 在html里面 什么叫html里面 H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是吧 好久不想了 是不是突然间再一问就 就感觉很突然 超文本标记性语言 超在哪啊 超在这个 不是说顺着下来的 纯文本的 只有只能从上方下读的这种 而是超过一般的文本的文本 叫超文本 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表格进行布局 比如说表格 做好表格之后 有的地方需要单元格合并 怎么合并呢 用一些属性 比如说 call span和roll span roll就是横 横 横向合并 callium呢 callium就是例 那么 那么我如果说 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 是callium span呢 还是 还是roll span呢 应该是callium span 但是如果这个样子呢 就是roll span 是吧 roll span 这个记不住怎么办 记不住 你拿sps切片呗 一切不就出来了 一切就出来了 我们做一些练习题 连连看 table和哪个关联 这太简单了 是吧 table和哪个 table就是表格 table raw就是行 table data就是列 是吧 就是格 是吧 就是格 table元素下面可以直接有td属性吗 td元素吗 我不知道 来试试吧 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哎 我说不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新建一个别的东西 什么 新建一个混灯片 然后呢 把它改成html 这叫什么呀 叫叫table drtml 行不行呢 不知道 但是打开了之后呢 基本上来说是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 但是如果说检查元素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wps office 是吧 检查元素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它是把所有都理解成bole的属性 那么干脆我们还是回来 是吧 回来 怎么回来怎么办呢 用u1给它全删了 ctrl h之后 ctrl a delete 全删了 从头来 哎 这苗 刚才t苗不写了 这里面是什么呀 刚才要做什么来着 哎 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table里面能不能直接有td 你说呢 这是table 里面直接有一td 我是td 我是td 然后呢 看到怎么理解 我是td 检查元素 那肯定进 它自动给添加tbody tr是吧 td 那tbody什么意思呀 tbody不清楚呢 咱就上w3c呗 tbody tm5 哪里不会搜哪里 那么tablegroup tablegroup 它是一个tablegroup的group 当然我这块是一个developer的东西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里面有是吧 这个里面有 当然我还可以搜那个组织叫什么来着 whatwag 为什么我们记不住这whatwag呢 就是说我们不了解这whatwag是什么意思 那首先得点开了之后 它告诉我们什么叫做whatwag 是吧 什么叫做whatwag 什么叫whatwag呢 就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那么我们还得继续搜 是吧 继续搜 搜什么呢 搜 what is whatwag 是吧 what is what is what is 就是whatwag的意思就是网页超文本应用技术工作组 这块就可以搜到是吧 网页什么是whatwag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就叫网页超文本工作组 那么这个工作组呢是由一些在苹果和mozilla和opera的人在04年的时候组织起来的 当然所谓的这个任何组织都是由个体来组织起来的 那么苹果mozilla和opera成为这个w3的直接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对于这个html和xhtml之类的东西觉得没什么意思 然后自己做了总而言之现在有两个标准有两个能够查的地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whatwag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w3c哪个哪个合适呢 这没有说绝对的合适啊 这只有时间中的存在是吧 他们之间肯定是有渊源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查的是tbody是吧 tbody t t 不是tbody对就是tbody t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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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body element是吧 the tbody element 这有tbody紧接着还有thead和tfoot 那么这个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啊tbody 有没有历程啊 thead thead哎这块有这么一个历程是吧 这块这么一个历程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ctrl c过来 ctrl 哎等等我 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两个td它会不会放在同一个tr里面 我是td 我是tdr 然后保存一下他会解释成两个tr还是一个tr呢 不知道 那么我们试一下吧 这是这是什么 这个怎么解释的时候用这种微游硕色方式解释 那么看起来是一个tr是吧 一个tr 一个tr里两个tb 添加tr是可以但不会被每一个添加一个tr 这可能就是一个默认的思路 我们再把这个考过来 然后考过去 保存一下 看效果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表格是吧 这样一个表格 那么这块有一个头之类的东西 整个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table里边 有一个capt capt是从头到尾的 有点像那个跨越列 是吧 column span 然后是head head里边呢 有我们会发现它tr之后就没有 没有td 是吧 没有-tr th之后就没有-th 但是呢 这是w3c的写法 我的背高会怎么写呢 w3c的写法 w3c的写法 在这里面吧 w3c的写法 然后的 tbode element 位置是一样的 tbode,thead跟tfoot tbode 然后呢 看到的历程是不是也一模一样 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一模一样的 我把它整个考过来 这两个虽然说不一样 但是这个历程都完全一样 这个是不是偶然的呢 我们看到这个form有一个提交的地址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邮箱 而是一个cgi 是吧 而是一个cgi 那么切回来吧 刷新一模一样的两个历程 tbode 里面有table table table里面有caption caption 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个大标题 是表格的标题 thead里面有一些tr tr里面有一些th th什么意思呀 其实这俩查哪个都一样了 Ctrl F the th element 在这 是一个sorting interface th element 描述一个header cell 就是一般的cell是什么 是tb 是吧 那么如果说是一不是一般的呢 就是th 什么叫不是一般 hiding的 什么叫hiding 搁头了 打头了 重要的 打头了怎么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显示方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th的东西 它就加粗了 是吧 就死状了 是不是死状了 右键它 检查元素 label th里面 label 死状 是这么一过程 那么其实这个例子写的不是很清楚 写的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看tfoot里面有没有更合适的例子 并没有 我觉得我应该写一个类似的例子 是吧 我就要照他这种办法 只写开始不写结束 然后等待下一个把它自动给封闭 是吧 这样其实还省代码呢 而且看起来也清楚明白 table 干上table呢 还是写上吧 干上table 那么然后呢 按照他这个方法 其实一开始是一个captain captain 就是标题 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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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看历程 开 反正就这个 是吧 然后呢 thead thead 有没有干上thead 也没有 我是一个统计表 我是一个统计表 我是统计表 然后呢 在这里面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thead thead thead 不用干上thead了 thead里面有什么 th 这第一个th 这第一个th是空着的 再来一个th 这个th里面有什么呀 里面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手机 手机 第三个th 第三个th 里面有什么呢 比如说pc 然后就是到这个tbody里面 tbody 其实这个 是这么一个结构 是吧 tbody里面有具体的td tbody相当于一个td的一个 一个group 就是一个联合体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 呃 第一个是 呃 比如说写一个第一 第一个季度 啊 第一月 第一月 然后呢 control shift 三个就得 来一季度的 第二月 第三月 哎 然后呢 这块来点什么呢 呃 tbody 这个完了 就是一个tr吧 这里面至少应该有个tr tr 然后呢 然后呢 把它这样 这样的拿过来 tr control c control v 然后 然后这个拿过来 这个也拿过来 然后呢 这是第一月第二月第三月 是不是这样 先保存一下 看看效果 不对 这应该不对 刷新一下 我是统计表没问题 手机 然后第一月 然后是应该就是 呃 比如说 第一月 手机 呃 通话 300分钟 啊 我是统统计表 扣胡分钟 分钟 啊 电脑呢 用了 哎 不对 第一月的还得保留着 第一 其实这分钟不保留 这这 分钟 这个是第一月 第一月 然后 这是300分钟 这是400分钟 那么 呃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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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c 到这来 Ctrl v 第二月 Ctrl c Ctrl v 这是 500和600 然后呢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这是700和800 然后 这个 Tr就相当于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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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de 就相当于 结了 是吧 然后是 一开始 就是头 头完了 就是身体 身体完了 就是脚 就是T foot 理论上来说 但是都怎么样 太理论化 太理论化 T foot T foot T foot 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一个总结 总 总计 总计 总计多少 300加500加700 等于1300 400加600加800 等于1800 保存一下 然后看一下 它的效果 就这样一个表格 当然 这个表格 它的宽度 有点不够 是吧 我如果想设置 它的宽度 行不行 先试试 行不行 是吧 行就是行了 不行就是不行 那 那你不看W3C 标准了吗 那 那 你看也行 但没什么意义 就是 怎么又没意义了 那就是一个标准 可能 标准只是标准 但是 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这Photoshop 是不是也是标准 我随便画出一图来 看看他切出来之后 他这个出来代码 他认不认 那这个认就相当于查字典一样 有些字 它是不写在字典里面 但是咱都说 是吧 嗯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啥字 啥字 其实现在也进了字典了 但是早期的字典 应该不会有 应该不会有 比如说这种 这种 这种 资蛙乱叫的资 啊 你搜一下 会不会有 有 有 有这么一个词 是吧 资 资 资蛙 乱 叫 资蛙乱叫 那肯 肯 肯定是 是 他没有这个 他只是字蛙乱叫或者什么 但是 但是实际上 比如说我我这随便就做这么一个吧 做这么一个之后 我在这随便一弄 然后一切 切出来了 就这么一个存成一个 网页所用格式 然后就存完了呗 又有网页又有图像 其实就这个 他里边有没有 有没有所谓的高度宽度 他有高度宽度 那但那里边没有高度宽度 那这怎么办 他这这包括这底也都有高度宽度 关键看浏览器用用不用 我明白 遮疤乱叫什么意思 你也明白 遮疤乱叫什么意思 但是字典上没有 你查不着 但是就是说 浏览器能看不得了吗 是吧 浏览器最终 最终 最终他 他还是 要有 有 有 有一个比较 比较简单的理解方式 好使就成 如果所有浏览器都好使 那那肯定就是绝对没问题了 那么 Tables呢 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是吧 我是统计表 好使 是吧 好使 然后检查元素呢 整个的结构是 Table里面 有 Captain 有Thead 有Tbody 有Tfoot 是吧 但是这种所谓的 绝对的严谨的结构 本身就是 有一种 僵化在里面 一切都得按照规矩来 这个有一定危险性 但是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 当然了 我们这个表格呢 其实还是 主要是一个布局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想做这么样 一个东西 一个简历 能不能做一个这种 这种版本的简历呢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 有一些地方就 就不 就就就 就不太一样了 是吧 如果说我想做这么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那么它就有相应的 Raw Span跟Colium Span 是吧 那么怎么做呢 我就想做这么一个 姓名 性别 年龄 电话 那么我今天都写一件 三四五 然后站上位 然后图片一插就成了 是吧 这是 这是什么什么 什么之类的 走起吧 然后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简历 简历用英文怎么说 用英文好像叫 这个 简历 是吧 简历点 HTML 这跟语言是一样的 人人都管这个叫简历 HTML 那么它就是简历点HTML 那么 但是 这个 用U一打开之后 是一个tabl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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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有底的TR呢 好像应该是四行 对吧 tr是四行 tr-tr 那么 -tr写不写呢 先写上 CCCCV 四行 四行里边 你看啊 这是 12345 我哥 第一个是五个TD 是吧 五个TD 五个TD 12345 上山打老虎 然后第二行呢 应该是四个TD 对吧 因为这个一个 一个它就跨越两个TD 是吧 Ctrl C 这个6 1234 还是这样 而且这个要写中 它跨两行 应该有一个属性 叫 Row Span 等于多少 等于2 对吧 1234 后面俩呢 就更简单了 越来越简单 这是一个 第一个 它有两个TD 第二个它应该只有一个TD 是吧 这个 两个TD 两个TD 然后呢 它这个格 是一个 这个格是两个 两个TD呢 让它第一个TD 也有一个Row Span Row Span 等于多少 等于 12 等于2 对吧 那这个格呢 这个格呢 1234 Column Span 等于4 这个格 空格 Column Span 等于4 最后一个格 也是 Column Span 等于4 是吧 我是这么设想的 但设想不知道成功不成功 是吧 成功不成功 先刷一下了 简历 这样的一个过程 基本是成功的 剩下就是高度宽度啊 Image元素插进去啊 咱然后 然后然后 然后基本差不多 基本差不多 也就是这个东西很简单 我们可以拿手写着了 包括这种东西 这是TR 然后它应该是 Column Span 等于3 Column Span 等于3 这是RawSpan 等于2 RawSpan 等于3 然后 这是一个 ColumnSpan 等于2 然后 这是RawSpan 等于2 当然我可以用 Table里面 嵌到Table 是吧 这是一个大Table Table里面有三行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个Table Table有俩格 俩格里面呢 它又有一个Table 就Table里面嵌到Table 其实也可以做 是吧 两种方法 一种是 用合并单元格的方式 一种是 哪种好呢 没有绝对的好 总而言之都可以 是吧 这就不做了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早期的网站或者网页 其实 比如说这是2000年左右 2000年3月3号 是吧 3月3号 2月2是龙台头 3月3呢 盘桃会 是吧 盘桃会 当然这是 这个西洋利嘛 西洋利的 雅虎的这个公司网站 那么 一个Table 搁在这 两个Table 搁在这 三个Table 这是一个Table 这个Table里面 就有 它其实是可以用这个Table来完成布局的工作 是吧 就像一个井井有条一样 为什么叫井井有条啊 就格子嘛 哎 就感觉到 这个周围都是田地 是吧 中间有一口井 12345678 就是 被区分开 人总是想要去理解这个世界 但是 这种 这种一旦理解之后 就会有点机械 是吧 这个 行不行呢 我能不能做这么一个网 网站啊 我做这么一个网站 有一个 也是一个一个Table挨着的 然后 就是有点像模像样 这种网站 能不能做一个呢 哎 那就试试吧 比如说拿PS 先画张画出来 多得个呢 画一个 三百成 三百成多少 三百成一百吧 还是一个简单见面 哎 说PS不太手咋办呢 哎 那就搜一下呗 PS叫成 再再加一个OEasy 是吧 再加一个OEasy 啊 广告总是做的这么生硬 那么 哎 然后保存一下 这个就存图就可以了 叫什么 叫2.PNG 叫 这这这已经有一点PNG了 是吧 那我就我就不存了 有有有天上有一个是吧 这有一个一点PNG 是他 然后呢 我做这个一个网页 叫像模像样的网页 比如说叫web 当然要加库展明了 web点 甜妙 就最起码你得 你得像那么回事 是吧 所谓像那么回事 就是呃 主流嘛 是吧 主流 主流网站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有一个image 是吧 就是有有一个banner banner就是 它上面这块有这么一个banner之类的东西 嗯 image 空个src等于什么呢 等于2.gif 然后呢 png 2.png 然后呢 它就是一个头 就是网网网站的上面不是有一个大大logo吗 这就是那个大logo 行不行呢 不认 是吧 不认 1.png 哪错了呢 src等于1.png 刷新 哎好 有这么一个 但是你看它左上角跟右下角 它有一些空缺的是吧 我如果想让它从头到尾呢 我我能不能让它这个 宽度是多少 宽度是百分之百呀 行不行呢 哎好 这是不是一下子拉过来了 那高度是多少 我希望它的高度其实就小一点 小一点 比如说它的高度是 也就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好 刷新一下 看 百分之二十也太小了 百分之二十 是吧 百分之二十 写百分号和不写百分号 它是 你说这样行吗 至少浏览器是认的 这就有点有点像那个 那个 字罢乱叫的感觉 是吧 字罢乱叫的感觉 那么 这个 在写什么呢 然后在写这个 这个 table table里面有什么 table里面是一个导航条 要像模像样吗 它就得有一个导航条 导航条里面有一些 这个导航的内容 有 有 有几项呢 有五项 分别是什么 分别叫 12345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会怎么理解 它只不过不理解而已 对吧 刷新一下 把这个直接理解出来了 检查元素呢 它不认为这是一个标签了 它只认为这是一个小院 是吧 只是认为这个小院 如果是把2搁在2td里面呢 等事儿接加1r呢 然后前面加一个trsd 然后这写1r 它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td table 还是怎么去理解它 会不会默认给它加一个table在外面 那么trsd就搁在这儿 是吧 完全不算table里的内容 然后 然后再写1 是吧 就是它不理解东西 它会 它会生成树的时候 把它搁在table外面 table里面只能搁tbody 还有tpad和tfood 是吧 这是tr 那么我们还是改回来吧 td是td dt是dt 12345 保存一下 刷新 1235 当然这个 有一点问题 就是让希望让它的这个宽度啊 这个整个table的宽度 是多少 是100 给撑开了 保存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自动撑开了 自动撑开了 撑开了之后 这就有导航嘛 鼠标搁在这儿就导航 是吧 如果你要是需要那个A元素的话 也可以有 就变成那种按钮型的东西 是吧 A HRF 等于多少呢 等于本身吧 目前也不知道引到哪儿去 Ctrl C Ctrl VVV 这是1 这是2 当然121也可以 先看看效果 看 到这儿来 但是他如果有有个背景图是不是就更好一点了 有那么个背景图 有那么个背景图怎么弄啊 就弄个导航条呗 希望它的背景图是什么 背景图是什么呢 其实以前我们做过一个类似的东西 是吧 这个属性叫什么属性 Steel属性 Steel属性 刚才好像我也见到 比如说右键他检查元素的时候 我们 我们 就 我记得是 把一个图 直接给拖过来的时候 卡 他的时候 鼠标放在这儿 跟拉上拉下 其实 在这块是有变化的 是吧 这个Steel 这块这块也有内容了 是吧 也有内容了 什么什么什么 等于那 然后呢 Cursor等于什么 Zoom in Zoom in应该是放大镜 是吧 所以鼠标到上面是放大镜 他又管放大镜 又管这个 这个宽度什么的吗 还是背景颜色吗 总而言之 body里面 我这回不是放在body里面 也不是放在td里面 我是整个table来这么一个 行不行呢 行不行呢 在这儿了 对吧 那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个东西 就变成什么 一点PNG吧 应该是 保存一下 咦 那个呢 关了吗 呃 web 好 这个其实是行的 是吧 至少至少他这样连在一起了 连在一起了 然后 他这儿循环了一次 是吧 这个到这儿结束 然后到这儿循环一次 总而言之 是可以的样子 可以的样子 但是 1234 那个2怎么看不见 那个2太蓝了 是吧 太蓝了 太蓝了 怎么办呀 太蓝了 想给他变一个字体颜色吗 或者说把他变长一点了 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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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呢 刷新一下 好像是可以的 是吧 好像是可以的 当然 当然如果说我让他们这个每一个大小都差不多宽度 那应该怎么设定啊 就是设到他的宽度 是吧 每个是20% 行不行 20 20 22 如果说设置成22会怎么样 你20还没设置好 你就想设置22 先把20设置好 看 行了 至少这也看得见 是吧 钻这个 他很宽 但是他就这样了 12345 差不多吧 这是1在头了 然后这2在这儿 3在这儿 可以用空格之类的控控他吗 他那挨太近了 第三个1是吧 这块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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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这空格不允许好像 没反应是吧 那空格叫什么来着 那空格叫什么来着 嗯 插入里面有没有东西啊 没有 空格搜一下呗 空格 搜一下呗 呃 代码 好 是这个了 与上NBSP分号 哎 好 拿过来 拿过来 当然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感觉到 打空格的时候 你的思路已经跟着搜索引擎的东西走了 如果说有人能控制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不会就跟着这个思路走呢 不知道啊 总而言之先加上空格试一下吧 呃 在这里吧 在这块是吧 刷新一下 哎 这个空空出来 但是前面加加滑线又好长 我不想加滑线那么长 那我就把空格搁在A外面 是不是成了 Ctrl X Ctrl V 保存一下 然后在这刷新它 好使 好使之后 底下是什么呢 底下应该也是一个table 最底下也是一个这个banner 这块是一个 这块是一个 叶角相当于复杂的东西 这块是一个左右结构的东西 行不行呢 先来一个角吧 这个角就是这个东西呗 这角太简单了 然后左右结构东西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首先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碳 来一个碳之后 这个应该也是20% 这个就是最底下的20% 不管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 也是一表格 但是它有几行呢 它有一行 还有两行 两行 两行 这是两行 这是一个TD 是吧 这是一个TD TD它的宽度是这么宽 然后呢 再来一行 就是我现在希望 它这个整个结构是什么样呢 希望它整个结构是这样 啊 你看 这块是一个大宽的 长长的这么一个范围 上面是一个banner 中间是一个东西 然后这块 分开 这是左边的侧栏 这是底部 就这么简单 是吧 也就是说 分成 上边一块 上面导航条 条一块 然后底下一块 中间这一块 再用表格拆分成这样的结构 行吧 来吧 那么这个是table 里面有个TD TD是 TR是这一行 是吧 然后再来一行 这一行应该有两个TD 两个TD 你说我忘了怎么办 RPS切 切肯定能切出 那个斜法来 是吧 它的宽度呢 它的宽度一开始不要 高度也不要 先把这个结构弄 弄顺了来说 是吧 先把结构弄顺了来说 然后这个TD 应该有什么特点呢 应该是跨两列 换两行 Roseband 等于三吧 等于二 脑子怎么想的呢 刷新一下 这是底下那个大横条吧 这是那个新表格 对吧 这是那个新表格 这是这个新表格 写上一写上 三写上四 保存一下 然后刷新一下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四 没问题 然后这上面 这个图片能跑上面去了 因为这个table没有写上 干上table 是吧 他就不知道 怎么回事了 就在这 保存一下 刷新 这在这是吧 二三四 那么左 左边呢 就写上 我是左侧的侧边玩 这个全都是图 有点乱了 我要给他加上波典 这个没法加波典 是吧 能不能加波典 不知道 写一个 波典 等于 五 把这个界线分清楚 波典等于五 这个也是波典等于五 这个也是波典等于五 全等于五 看浏览器认不认 看 哎 基本上是认的是吧 这是一个表格 表格里面 他分成五个格 这就很清楚了 这是一个表格 表格 我要把它往这边挪 他不能占一半 他应该也就占 嗯 三 三十三点三吧 那就是说他的宽度应该是多少 是三十三点三百分号 那么他呢 就是我是 我是所我 我是当前位置 我是当前位置 位置 然后大于号 然后大于号 嗯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呢 是我是具体内容 是吧 嗯 对 我是具体 内容 决体内容 来吧 里面还可以有P呀 还可以有H1呀 之类的东西 那都是细节了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结构 是吧 基本上这么一个结构 嗯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背景 背景去了 然后就看框架吧 所有的背景有点捣乱的感觉 你有这种感觉吗 Ctrl C Ctrl A 哎呀 Ctrl R Ctrl V 变成啥都没有 然后全部替换 全部替换之后呢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到这里来刷新探 哎 这个为什么 这个上面是 是一个image 这底下也是一个image 是吧 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差不多 但是这个table 好像还是左右 有一点变化 那么我现在有个想法 我有什么想法呢 我有想法 有嗓子有点干 先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 回头呢 想办法把这块 空一下 做一个很漂亮的图片 然后呢 在这里 做一些按钮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里面 搁一个iframe 然后在这切切切 不用刷新网页的情况下 然后就可以 切换不同的网页效果 这次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